今天呢 讲的是一个详情演变 上午讲的是详情 然后下午讲的是人像机 移过去就在右边了 首先呢 详情演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它的概念是比较理论化 就是点击产品途跳转出来的页面 那么这个详情页一般并不是指做整个页面 懂了吧 并不是指做整个页面 而是做什么呢 只做那个界面的一块 做什么呢 做的就是界面的 还是点它淘宝的 证件很困吗 点这个详情页 那么呢 我们设计的呢 就是这么一块 知道吧 这么一个 然后呢 着重要注意什么呢 详情页的一个尺寸 详情页的尺寸不同的平台 它尺寸不同 这个明天肯定要点个提问了 最常规的就是淘宝天猫和京东 这三个是最常见的 淘宝是多少 750像素 天猫是多少呢 790像素 京东的话呢 要宽一点 是990像素 知道吧 然后还补充两个就是维品会与蘑菇街 最好的话 平台规则是在不断变化 最好是测一个点口 或者保存不变 然后还有无线端的尺寸也会问到的 无线端的话 淘宝是620 高度2万 比类就行了 然后天猫的无线端跟淘宝的平均端是一致的 好 然后就是展示的内容 展示的话呢 详情页的展示内容 大致有五大点 第一个是商品展示 商品展示的话有什么呢 色彩细节优点卖点和包装 然后就是实力展示 实力展示就是这个品牌是怎么样子的 销量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呢 是钻石级别的还是什么 还有就是吸引购买 吸引购买就是一些买家评价啊 买家秀等等 然后这个产品展示跟商品展示不一样 在于它是搭配的产品 就是有时候它会搭配一些其他的这种 乐卖的产品 或者是搭配的去卖 这个 这张图里面没有 我们会去看到它搭配的这种 这种什么要是扣 然后其他的这种比较可爱的网红周边的卦室 知道吧 这个是它的搭配 然后就是交易说明包装怎么样 收购物怎么样 然后拖弄掌握什么呢 逻辑结构 就是从上至下 因为产品图其实它布局很简单 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上下框架 那个详情业的产品图 首先第一个是头图 头图的话就是广告图 图文 然后就是情景展示 但是细节包装尺寸 次次与专业度 这是详情业的设计 然后我们今天还学习了一个清修是什么 灵像 灵像呢 一般商品清修灵像 使用的是双曲线方法 双曲线 双曲线呢是两条曲线 它的原理是DMB 简单和加深的风格 双曲线 磨皮 主要是磨皮 因为一般做模特的话 那个发型会做好 服装会穿好 蝉皮会放好 然后呢 那个妆会画好 但是呢 皮肤的话呢 要磨成那种有质感的 就是有毛孔的 但是呢 又是比较精致的 这种叫做能像双曲线磨皮 这个步骤呢 就是这样子的 再看一遍 DMB 双曲线磨皮 最后的话呢 你们进行一个调色类化 第一步 着重是什么 第六步 第一步是拷贝 打开图片拷贝 然后确定面部关系 然后就是新件 两个曲线 一个是提量 一个是变暗 这个干啥组的话 其实我建议大家 可用可不用 其实我觉得给一个观察组 反而观察的 有点 有点影响了 对吧 影响你们那个视觉预览效果 所以呢 可要可不要 也可以不用 是吧 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 第六步 在曲线模板上面 用白色的画笔 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流量 还有画笔大小等等呢 在简单 就是提量曲线上面 绘制暗部的点点 在变暗曲线上面 或者亮部的区域 然后再是该以调整模特的其他部分 调测和类化一下 知道吧 类化之前也可以给一个什么呢 表面模糊 稍微给小一点织 明白吧 这样子的 好 这个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课程内容 然后呢 我把这个笔记呢 保存了给大家 保存了给大家 好 明天呢我说一下课程安排 明天的话我们都是做商品进修 修一个产品 给大家不知道它的一个光影怎么打 所以我们修的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材质 不懂的光影效果 明白了吧 明天会修一天 修图的话呢 是需要耐性和 那个耐性的啊 不要觉得很哭道 然后其实修图呢 它的那个 前景还是蛮好的 现在的话呢 电商那么火 然后呢 基本上呢修图师的话呢 他的薪资代语人不会太低 基本上一个人像修图一两千是有的 但你要修的精细修的好 只要素描关系好 基本上修图没问题 这个笔记也发给你们 今天的笔记整理一下 好好看一看啊 嗯 嗯 你发送失败 让小虎考一下吧 嗯 重新再攒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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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